哈囉大家好 我是Lumi 那今天啊 我們就來前進這個鬼屋裡面了 那上一場我不是只有燒鬼做了一下裡面的內裝嗎 跟一個非常簡易的大怒神 所以今天啊我把他稍微的改造一下 也建造了旁邊的那一塊空地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帶大家進去這個恐怖的鬼屋裡面吧 那我們今天呢 都是用這樣子視角 那我覺得這樣子感覺比較恐怖一點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是一個被封死的一個門 然後這邊呢 跟上次其實是差不多的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了 因為這叫做什麼 我把他取名叫做尖叫旅館 所以呢這邊就是我們的那個一開始的服務生 他是一個正常的人類 他會跟你講說 歡迎光臨 歡迎來到我們的尖叫旅社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等著進我們的房間裡面 這邊就是這個等候室啦 那旁邊其實這邊 還有一個這個 尚未使用的空間 其實我這邊想說 之後啊看要不要把這個 乾脆做成一個地圖給大家玩好了 呵呵 所以我留一些小空間 到時候再想想看好了 大家會想要玩嗎 呵呵 好啦我們就要前進到我們的二樓去了 二樓 就是真正恐怖的時刻來了 因為我剛自己在試玩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有被嚇到 然後這裡的話呢 有看到嗎 這裡 就是我們的小妹妹 我們的兇手大大 他已經屠殺了一個西藍骨頭 在這裡 然後村民這邊是一個待宅的 待宅的村民啊 好啦 我們要來進入這個神秘之門了 祝我們討運吧 然後就這樣 然後這個 這其實正常啊 應該是會有什麼電視機啊 放影片啊有沒有 然後會想說這個故事是什麼的 我們現在就要進入這個 房間裡面的一個 消失了很多人的一個神秘空間 然後旁邊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要來乘車 然後就欸 然後就在這邊 有沒有踩到的東西 就會飄出來這個 南瓜頭先生 然後呢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來跟他合照 南瓜頭先生有沒有很可愛 因為我覺得這個南瓜頭很可愛啊 然後萬聖級嘛 所以這個殺人魔就是這個 罪魁禍索的南瓜頭先生了 好啦 哎唷 煩欸 他的斧頭 嚇到我了 好啦我們 我們要來去最可怕的地方了 走吧 拿出我們的車車 嘿 我們就是搭我們的礦車下去啦 出發啊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飛到二樓 欸欸欸 然後咧 我們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掉下來了 然後 我自己設計了幾個啊 但是呢 其實我已經被嚇到好多次了 就是因為我們下車 我們馬上就會看到他 然後 然後 對 就會嚇到 對 就會嚇到 這個 每次我 每次我自己還都會嚇到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 一個很恐怖的區域 這地方就是 犯案現場 然後 就寫機斑斑的 然後 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要先去找 出入出去 因為我故意跳 這樣子 這麼近的視角 就是我們要找洞 可以串出去 然後呢 這邊 剛好有一個地方 然後 就會有東西跑出來 對 對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不要過來 我們走開 等一下我突然發現 我竟然忘記到一盾牌了 不不不不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險 因為這樣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被這些殭屍追 然後 就會開始找出入 可是找不到門 然後就開始 當床床 西床床 然後就會發現 這邊又有一個 可怕的一個 墓碑 然後這邊會有什麼 藏什麼東西呢 對 現在都還沒有藏東西 然後會有一些 去不了的地方 然後 我們就 慢慢沿著這個 打開 黑衣扇門 就可以 跑到二樓 然後我們就 安全了 等一下 為什麼有苦力怕 嚇死了 還好 還好他沒有爆炸 因為現在不是冒險模式 所以隨時都會生怪 然後我們到二樓之後 我們就 安全的逃脫了 好 這個其實這個設計的概念 就是 不是人家玩那個 鬼屋嗎 就會有個長廊 讓大家去跑 就會有鬼 讓你嚇得 就一路跑出去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因為 他畢竟是個小房子 加大怒神的鬼屋 所以呢 我做的是 就是搭樓梯啊 去找樓梯的概念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 販賣部啊 因為這邊就安全了 因為其實那個機關 是看你看你在那附近徘徊多久 他就會跑出來多少隻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販賣區啊 然後這裡就是 回復成正常的管理員先生了 然後我們這樣這樣子 就可以 逃離了我們的鬼屋啦 掰掰南瓜頭先生 然後我們就可以 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了 好啦 就是這樣子 這個鬼屋上 大致上的設計 就是長這樣子啊 好啦我們再去看一下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 剛剛的大怒神好了 但是 我先 調成和平模式好了 欸不要 調成生存嗎 不是不是不是 創造模式 對 因為這樣子 我很怕就是等一下苦力怕 生出來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 他就把我們的 遊樂設施給炸掉 我們先來直接帶大家過去 瞧瞧好了 其實這邊應該可以來設計一些東西 但是空間實在是 有點太小了 我沒辦法設計這麼多的東西 所以只能做成這樣 小小的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就搭成 這個 有沒有我們就會飛到二樓了 有沒有看到他其實是非常的高 我們就降到了最底層了 對 然後就是我們的設計 然後一踩到這個 然後我就會被他嚇到 南瓜頭先生 我已經被這個南瓜頭嚇了好幾次了 對 然後這邊就出來 好 對 對這設計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不不不不不不不 等一下 我現在應該是創造模式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們還要來追我 不不 欸等一下 不是嗎不是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為什麼 等一下 欸欸欸 糟了糟了糟了 欸我剛剛不是設定了嗎 然後我看到 外面的犯案現場 還有一個人 在跳著我的南瓜 你是想要攀去哪裡齁 好啦其實他差不多就是長這樣子了啦 你是要企圖啦齁 真正是企圍圍圍 可是我還還要做什麼 我還要做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我剛剛不能逃了 因為我的電梯還在 還在2樓 唉呀我又做蠢獅了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其實就是這樣子了啦 對因為樓下現在全部都是殭屍 所以我現在也不敢下去 等一下我再下去把它解決好了 原本想說開成 生存模式帶大家去看一下 可是我剛好想 沒有調成功 所以現在下面是被 我們那群殭屍給霸佔住 所以按啪啪 按不想下去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那這樣子我們這次的鬼鬼就算 大功告成了 大家還喜歡這次的 新的一些新建設嗎 是不是變得比較恐怖一點了呢 好啦如果想要 看我做什麼樣的任務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唷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 喜歡跟訂閱我 支持我做更多的影片 如果想要知道我的最新資訊可以去我的 Facebook追蹤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